你現在收聽的是B頻道 家家有本上年的經 楊師傅你好 楊師傅你好 我們好像很少一起讀節目的名字 是呀 心有靈犀 心有靈犀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一集講過什麼 我當然記得那個故事這麼感人 講那位開始很難教養的小朋友 校內都成為醫生 甚至感恩他的老師 所以一生人 我遇到一位好的老師 即是說百樂和千里馬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他本身有很好的條件 但是機緣不巧合 制遇不得配合他的話 他很可能會浪費一生 又或者他自己不得掌進的時候 真的如果那個老師沒有看到這些 過去老師的評語 甚至是自己去做一個反省 一個改變的話 可能這個學生就是這樣 你說的改變呢 這套短片裏面 其實到最後還有的 老師說我到最後 我不是教術科 即不是教天文地理素學英文 我是教人 教一個人 怎樣去做人 甚至他跟這個學生說 不是我教了你 是你教了我 所以自利利他就是這樣 沒錯 一個人 我們經常說心靈有感應 其實當是相通的時候 大家目標一致 信心一致 信念一致的時候 其實那個得著都是一致的 不會說哪一個付出多 哪一個付出少 包括你看很多做老師的 或者是我們很多去做義工的 做老師我們知道 除了香港有一種不好的現象 做補習老師是當一盤生意 是賺大大錢那些 那些是不正常的 除了那些之外 很多老師他是很自己 一生人默默地耕運 默默地奉獻自己的青春 和他的愛心出來 栽培下一代 是 而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為什麼他們對自己的生活 這麼平淡 沒有一種去求名求利的心 這一份愛我們一定要知道 要感同身受 和明白 如果一個學生遇到一位這樣的老師 而他又真的很好學的話 哎呀 很多大的科學家 數學家 他都是因為 遇到一位好的老師 看得上自己 發掘到自己天才天分的人 嗯 自己又肯努力 要雙方面這樣去成就 這個真的要看我們個人的福德恩怨 可以遇到一個好的老師 我知道呢 觀機鬥教 觀機鬥教 觀機 觀機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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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这个教导 没错 其实在我们的佛经里面 真的处处都讲到佛陀 他跟众生讲话的时候 去教他们的时候 其实都是看这个机缘的 为什么他今天不去那间屋 接受这个保持呢 他是选择明天下午的时间 他知道那个因缘成熟了 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 我们平常人可以有这个能力 去知道这个机缘 很多时候比如说家长 他想要小朋友学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是肯定来就反弹了 是啊 前一段时间我才听到一位小朋友 他很盼屁 什么叫盼屁你知道吧 好像爱你不理爱做不做 没兴趣 没兴趣 完全没兴趣 为什么呢 他根本不喜欢画画 那天他很想很想去参加 一个华外的活动 但是妈妈就说不行 报了名交了钱 每个星期都要去画画 一定要去 就是这样学一学他 他很不开心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都很不开心 不看 不打招呼 咦我看一看他 他平时都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试一下 探定一下他妈妈 看看可不可以放他一马 等他去了那个一年才得一次的活动 放外活动 他妈妈都说不行 那我就知道 嗯 他有牌手了 妈妈 妈妈有牌手了 阿女也有牌手了 我相信妈妈有牌手一点 为什么呢 其实每个小朋友 他都懂得反抗的 不听你说 或者你要我去学 我就去学 你叫我拿筆 我就去画 画得好 不要用不用心 这件事你没有把尺没有的磅 可以衡量到出来的 浪费了 是的 所以我们不懂得在那个情况下 为什么你刚才所说 不是人人都能够有本事 去观察到 怎么样才可以 是适合的官机斗教 看到对方的恩怨 嗯 其实有少少巧妙的 是 有少少方法的 请讲 就是我们到现在 都不懂得 处理 是因为 我们不能够 代入对方的心 没错 不能够感同身受 嗯 你自己 做过几岁的小朋友 做过十几岁的 青少年 但是你现在已经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嗯 那段你童年的日子 时间 时代 根本不一样 你妈妈给你的 跟你想给你的儿子 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用那个方法 以为我们 以为我们 我们妈 说了这样 我们就要做 现在你说了这样 你的儿子就要照做 你的女儿就要照听 唉 我们大错 特错 这个小孩不是你 嗯 嗯 现在你教儿子的时代 跟你妈妈教你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啊 嗯 我们一定要知道 时代变了啦 变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怎样呢 试下 和儿子 心里面有沟通 所以我见到很多 小朋友 他跟着 爸爸妈妈去 去参加一些 课外的 学习 他学得很开心的 嗯 因爲怎样呢 那样东西他喜欢 是的 嗯 只是他喜欢而已 一有兴趣 所有东西 有兴趣就有心 有心就自然有力啊 嗯 而不是说我们 硬要他怎样就怎样 所以这个恩才思教 恩地思教 是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 诶 师父太人是什么 但是不是那么多家长呢 他能够看得通 他整天就执着 诶 师父你不明白的啦 嗯 现在外面社会竞争 很剧烈啊 不学多些东西 他怎样跟那些小朋友 一起争过啊 诶 他正好一半而已 要比我 我直接不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竞争剧烈 人人都走那条路 我就偏不走那条路 是不是 如果 你在他最需要学习的时候 你只是给他学技术上的东西 嗯 你没有留意他的 得智体群的发展 心态的发育 嗯 我们错过了 培养他 面对困难 或者 当他面对一个逆境 考验的时候 他自己本能发挥出来的那种力 我们不懂得发挥他这种力 你教他学多少东西都没用 哇 我现在听一下师父讲呢 我记得师父曾经是做过老师 所以怪不得他这么有经验 哎呀 我做老师那时候很差的 就是怎么差呢 是那些学生很差 学生差就是太听话了 很听话 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我那时候 试过有一次 有人有个班有个小朋友 不见了那些东西 哦 那我在三联班的课室 跟那些小朋友说 问他们可不可以自己拿出来 那这样 老师现在叫你们 拍一张桌上 拍一张桌上 不准偷望的哦 不准偷看的哦 哪个小朋友 你是曾经不注意 不小心 或者是 你现在知道 这样是不对的 你拿了人家的东西是不对的 你在每个人 扑低了那时候 你自己走出来 跟老师说 哦 你只要走出来 我们不用说任何东西 嗯 老师就原谅你 于是全班四十几人 全部扑低了 就是不偷看 不会偷看 那有没有人 有一个人走出来 哎 真的 现在如果我走这招 现在你问老师 走这招 睡着了 很好玩啊 都不会有人拿出来 这么乖啊 很乖的 所以时代不同了 现在不可以用 再用那种方法了 这个故事我没听过 真的 嗯 我很多故事 你都没听过 邓师傅 我相信我那个年代 我都是这么乖的 师傅 是啊 我们很纯的人 就用一种 很纯朴 很纯真的方法去处理 现在的老师 哎呀 叫苦连天啊 是啊 所以说 恩才施教 除了是你一厢情愿之外 你还要看 真是天时地利人望 嗯 还要看 大家双方的善根福德恩怨 这儿很重要啊 师傅 我知道 师傅 譬如说他教我们很多个的时候 有些真的很快就接受 很快就上手 但有些学极都不行的 譬如说手势 甚至说 可能里面的心 就不是完全放下 要去学习 这个都是他自己的机缘 如果他很快 有些很快学上手 我们就看到 他不代表什么的 是 代表他对这一样东西 比较敏感一点 是这样的而已 嗯 可能再学另一样法器的时候 是 他又会差一点的 OK 好了 另外一个 他一下学不上手 也不代表他愚蠢 只不过 是他没掌握而已 OK 就是教的方法没掌握 那我的态度就是 我不会在对方身上找答案 嗯 就是不会说 哎 怎样你说的都不明白的 你都听过我们 没有 很多次上台 我从来都不骂人 从来都不会怪责 你会不断 就是 如果这个方法用了一段时间 他都没有办法掌握 这个方法可能对他不对了 你就转的了 没错了 这个就是巧妙了 我不是在对方身上 找我自己的不足 找对方的不足 嗯 只是在我自己身上 找方法 啊这个 这个这样 我这样说 啊原来他接受不了的 他吸收不了的 我再想另一个 嗯 再想另一个 再想另一个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啊 我变成了 自己好像付出很多 嗯 其实不是 变成我有很多很多 可以教人的好方法 嗯 是不是我自己最大得着 是啊 对方也去 他很受用 起码他学的时候 没有一种压力 嗯 是生很大的欢喜心 哎呀原来师傅 有这么多种方法 我不用怕的 这样不行 我可以 用另一种方法 我一样会学会的 嗯 我经常跟他们说 你一定会学的 你不用担心 你学了之后 你还一定会好的 哎呀还有啊 这么多位 我告诉你们 灯师傅打花鼓 是打得非常之出色的 嗯 不是非常好 但是还可以改变 可以有变化 那其实呢 要跟各位说呢 我的老师就是杨师傅了 他教的方法 其实是很容易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自己可以打到花鼓 嗯 就是在师傅 很容易掌握 那个方法上 他不断的操练 这样 甚至我知道师傅 去到某个阶段 我们会有一个樽颈 是吗 我们一定要先放下 一段时间 去给他过一个先 才再继续 其实学东西 其实真的等于做人 是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累積了某方面 专长又好 经验又好之后 我们会突然之间发觉 啊 为什么 样东西都不顺的 嗯 我平时惯了 惯了做的东西 为什么会撞板的 嗯 以前可以 为什么现在不行 他以前对我好 为什么现在对我不好 等等都是 原来每一样东西 物极 必反 必反的 当它到一个程度之后 是 我们会看到 它开始转变 嗯 开始转变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能够 令这个转变 是会变得 结果会好呢 包括一份情 嗯 当对方变了 我们都怎么样能够 将这个结果会变好呢 就是在那时候 放下 放下它 放下自己 放下你所识的一切 放下你拥有的一切 所以我见 大家 打到这样 开始棘手了 无论是平时几熟都好 到那个时候 哎呀 卡住不顺的 那我就提了 哎呀 我们是更上一层楼了 我这个时候 放下它 不要理它 不要理它 甚至乎叫你 不要打住 是啊 不要接触住 用一只耳朵听 嗯 用一只眼看 嗯 听人家怎么打 看人家怎么做 嗯 慢慢 啊 那段时间 果然 到我一拿上手 哎呀 随心所欲 所以 到一段感情 或者一个冤结 解来解去 解不到 解来解去 解不到 那时候 我就劝你 先放下 放下 不要理 做其他东西 嗯 找其他东西去学 找其他东西去做 将个注意力 即在另一道 不要再砌那件事 那个人身上 嗯 慢慢 那个答案 那个好的结果 就会出 即使好的结果不出 有些人说 哦 分手了 还说好 分手为什么不好 你两个 不用互相再折磨 不用互相再斗气 都是一个好的 生命不是只有一个人 不是只有一段情 不是只有一番事业 我们还可以有 更加长进 在那样东西 无论你 争取了多久 都不能够得到手 只是一个结论 就是那样东西 再不逊入你 再不属于你了 嗯 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就放下它了 以后更好的东西 你一定要相信 以后更好的东西 慢慢就會被你再找到 所以我們好像丟下了很多東西 哎呀 到最後 原來自己得著擁有的不知多少 所以無論我們好的也好 不好的也好 教人也好 自己學東西也好 到一個時候 我們要懂得 將它好像一個垃圾桶 或者儲物櫃 清一清它 然後再將它收起 再走下一步 所以在這個過程 真的觀機道教 真的要配合時機恩怨 好像我們跟燈師傅 燈師傅說話 很陰聲細氣 很斯文 我平時跟他相處都是 我就聲大大 有時一見到他這麼溫柔 這麼溫馴的時候 我就會提醒自己 我對他也是要尊重 我不可以這麼大聲地跟他說話 我師傅上台才大聲的 有這個力 平時都不是那麼大力 因為節省一口氣 所以燈師傅 我學你這麼溫馴 那你又學一下我們豪氣一點 是 可以嗎 你猜 可以 那我們才可以取長補短 我們見很多人 一生人 唯一一件事 唯一一個問題 久前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 有些很不幸地一生人 到他臨終的時候 哎呀 都是放不下那個人 放不下那個兒子 放不下那個女兒 放不下那個丈夫 放不下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我覺得很不值 我們不懂得看我們自己 身體的恩怨的變化 不懂得看 不懂得珍惜 時間 時代 歲月 不同了 我們要懂得 換一個角度 去看回自己 這個人生 去看回人家的人生 如果你能夠懂得 觀機鬥教的話 這個鬥教 亦都是對自己一種教育 過去發生的一切 都是一種教訓 都是一種教育 如果我們能夠懂得珍惜的話 直到我們生命最後的日子 我們都是這麼和諧 都是充滿希望 明明我說什麼 你明白 明白 好啊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 繼續聊 聊下一個講題 好嗎 好 多謝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